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纽森为加州零售商重新开放指导方针的新闻 据本台记者报道 加州州长纽森宣布了一些企业和零售商从指在遏制新冠病毒蔓延时的封锁中重新开业的指导方针 尽管有限制 但还是为周五开业的零售商店开了绿灯 纽森表示 作为美国人口最多的州 加州仍然有全面的限制措施 如果一些线达到了一定的检测和保护标准 就会允许这些线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纽森说 我们今天关注的方针是在零售 制造业和物流领域拓展机会 所有这些都经过调整和修改 但所有这些都着眼于翻开新的一页 进入经济复苏的新阶段 纽森表示 他之所以能够放宽3月19日实施的全面限制 是因为对加州人的病毒检测已经增加到每天超过2.5万人 新冠病例的报告也不再激增 根据统计 加州有超过2000人死于新冠病毒 以及大约5.5万的病例 根据州长的新命令 如果新冠病例继续小幅上升或者持平 于周五生效 大多数零售企业可以在与社会保持距离的情况下重新开业 许多低风险商店和零售商将向顾客提供路边取货的服务 销售书籍 服装 音乐和玩具等商品 而餐馆仍将关闭 不允许顾客在店内用餐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加州准备重启经济 DMV开放25个办事处的新闻 加州车辆管理局DMV宣布 5月8日起选择开放该州的25个地区办事处 但即便重开 也要严格按照避疫措施执行 所有顾客在排队的时候都必须戴好面罩 并且保持6英尺的距离 根据了解 在办理业务期间 民众必须在室外排队等候 但是官方提醒 由于进入室内后 也要需要严格监控距离和人数 导致排队的时间可能会延长 另外DMV的官员还表示 如果没有急需前往DMV现场办理业务的民众 应该把计划推迟 该机构表示 机动车辆管理局的其余170个公共办公室 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分阶段重新开放 与此同时 仍然关闭的办公室的雇员将继续通过虚拟外地办事处提供服务 在已经开放的门店 民众可办理的业务包括 支付扣押车辆的注册费 恢复或者吊销驾驶执照 申请减免费用或者免收费用的身份证 完成商业驾驶执照交易 申请残疾人停车证 在身份证上加盖救护车证明书或者消防员签证 或者核实驾驶过境巴士的过境培训文件 如果时间和空间允许 DMV的特定顾客还可以前往办理真实身份证Real ID 但是驾驶考试服务仍然处于暂时关闭的状态 为了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 DMV为员工提供并且要求其使用消毒湿巾和洗手液 戴上面罩和手套 车管所还将为顾客提供洗手站 然而DMV即使在全州范围内开设了一些办事处 官员认为民众应该继续使用在线服务 办理驾照和车辆登记的序期 当局表示自3月底关闭所有办事处以后 车管所一直在扩大网上服务的能力 民众现在几乎可以完成DMV的大部分交易 另外官方还延长了即将到期的许可证和登记的序期 据了解目前开放的25个办事处在南加州的 包括Santa Ana、富勒顿、洛杉矶和蒙特贝罗等等 开放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8点到下午5点 但是周三则是上午9点钟开放 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洛杉矶游客减少2200万 损失将超过130亿的新闻 洛杉矶曾是世界文明的观光圣地之一 由于新冠疫情爆发 洛杉矶旅游会议委员会预计 今年将减少2200万游客 损失将超过130亿元 该委员会预估 今年仍将吸引2900万的游客 低于爆发前预测的5100万 并且认为游客将花费不到120亿 包括酒店、餐饮、旅游巴士和纪念品等等 洛杉矶旅游局主席武登认为 这些数字极具破坏性 需要花费三年半的时间才有可能全面恢复 目前尚不清楚何时重新开放主题公园、酒店等旅游业务 旅游经济预测 观光产业将在夏季逐步恢复 到2021年开始回升 总裁萨克斯表示 即使到了2021年的上半年 国外旅游将继续受到严重的限制 由于洛杉矶受到亚洲冲击较大 恢复速度将比美国其他地区要缓慢 加州旅游经济局报告显示 加州2020年整体旅游支出将降至728亿元 比2019年减少50% 同时经济复苏缓慢 4月旅游支出下降到了23亿元 比2019年的4月少了81% 相信到了12月可以达到70亿元 但是仍然比去年同期少了33% 武登指出 去年洛杉估计旅游业可以提供超过52万5000个就业机会 如今可能有75%的旅游业者失去工作 加州4月旅游服务业少了61万3000个工作岗位 去年4月为120万个 新冠病毒爆发之前 洛杉矶连续9年创下观光访客记录 2019年旅游人数突破5000万 如今国际旅客下降60% 而国内游客也下降了41% 通常外国人停留时间比较长 投入更多的购物活动 美国旅游业贸易组织数据分析 过去中国中产阶级带动了洛杉矶观光 平均每人花费约6900元 而洛杉矶国际机场LAX 则是美国第二繁忙的机场 每天大约有1200次航班起降 如今仅剩了400次 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提名奥斯卡的项目 不能再参与爱美奖评选的新闻 美国电视爱美奖发布新规则 从明年开始 任何提名奥斯卡的项目 将不能再参与爱美奖提名并且获奖 此外 同意新冠疫情期间的奥斯卡特殊规则 受疫情影响而无法在院线供应的影片 改为线上或者数字平台点播 可以参与奥斯卡奖提名 据悉 新规对于部分纪录片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比如之前国家地理频道打造的徒手攀岩 因为既在院线供应又在电视播出 所以既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还七提七重爱美奖 以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且对于Netflix等流媒体 以及电视网打造的影片 纪录片造成影响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哈里波特·罗恩的扮演者升级当爸爸的新闻 在哈里波特系列中 扮演罗恩的鲁伯特·格林特 升级当了爸爸 他的妻子乔治亚·格洛梅 生下了一个女孩 两人的代理人表示 夫妻俩很开心 希望大家可以尊重她们的隐私 31岁的格林特和28岁的格洛梅 在2011年开始交往 一个月以前对外确认女方已经怀孕 以上就是今天聚焦洛杉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持人子萱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3 2 5 4